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着七个金碗 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举给你看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那由神那里 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城中有神的荣耀 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 名如水晶 有高大的墙 有十二个门 门上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东边有三门 北边有三门 南边有三门 西边有三门 城墙有十二根基 根基上有高阳十二石图的名字 对我说话的拿着金尾子当尺 要梁纳城和城门城墙 城是四方的 长宽一样 天使用尾子梁纳城 共有四千里 长 宽 高 都是一样 右梁的城墙 按着人的尺寸 就是天使的尺寸 共有一百四十四周 墙是碧玉造的 城是金金的 如同明镜的玻璃 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 第一根基是碧玉 第二是蓝宝石 第三是绿玛瑙 第四是绿宝石 第五是红玛瑙 第六是红宝石 第七是黄碧玺 第八是水苍玉 第九是红碧玺 第十是翡翠 第十一是紫玛瑙 第十二是紫金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 每门是一颗珍珠 城里的街道是金金 好像明透的玻璃 我未见城内有殿 因主神 全能者和高阳为城的殿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因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高阳为城的灯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 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 城门白昼总不关闭 在那里远没有黑夜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 凡不洁净的 并那行可增与虚谎之事的 总不得进那城 只有名字写在高阳生命册上的 才得进去 好 今天的主题是 充满至高荣耀的新耶路撒冷 充满至高荣耀的新耶路撒冷 我们在今天一开始的经文 第九节那里说 拿着七个金碗 城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来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要将新父 就是高阳的七指给你看 然后接着第十节说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那里有将那由神那里 从天降下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给我 我们在这里看见 当启示录走到快末尾的时候 他预备好的是 主早就预备好了 但是让你讲到高阳的七新父 也预备好了 然后新耶路撒冷圣城 一切都预备好了 主就要来接他的教会 也就是我们到他那里去 永远与他同在 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 如果在旧约里面 我们看见是主仆的关系 就是主人跟仆人 那到新约 我们也是圣经中 大概可以称作是小圣经 一节经文代表整个圣经 最著名的应该就是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那那里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反得永生 这里看到神有一位独生子 就是他的爱子耶稣 但是同样在约翰福音 第一章十二节那里说 凡接待耶稣 就是信他之名的人 他就是给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所以一个人透过信耶稣 他有一个新的地位 就是称为神的儿女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 旧约是主仆关系 新约刚开始 耶稣基督还在地上的时候 神只有一位独生子 就是他的爱子耶稣 但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 说成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因着信耶稣 蒙恩有一种新的身份 就是都是天父的儿女 而这个时候 耶稣基督就不是独生子了 他就是我们的大哥 因为耶稣就会有很多 弟弟妹妹了 就是我们 所以都是父家中神的儿女 所以新约有一个宝贵的身份 就是我们从原来 只能有的主仆关系 进入神儿女的关系 在这个儿女关系里面 我们就要去经营 怎么样做天父的真儿子 和真女儿 好像路加福音15章那里 讲到烂子回头的比喻 父是爱我们的 但是呢 我们蒙恩以后 我们也想要来讨这一位 爱我们父神的喜悦 可是我们真的不习惯 做儿子做女儿 我们也觉得做不好 但是耶稣要带领我们 进入一个新的关系 就是约翰福音15章 耶稣在即将受难之前 临别正言 那里他在约翰福音第15章的 13节到15节说 人为朋友省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然后15节说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 都已经告诉你们了 耶稣其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 如果我们能够与耶稣 成为密友 成为好朋友 那耶稣是天父的真儿子 他就会帮助我们 成为神的真儿子 活出做神儿女的荣耀 所以我们看见 从旧约主仆关系 新约进入儿女关系 为了能够有效的 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耶稣要带领我们进入 与他建立朋友的关系 我们刚刚看见 我们与神的关系 从旧约的主仆关系 新约我们进入了一个父子的关系 但为了能够活出这个父子关系的尊贵和荣美 耶稣告诉我们说 他要称我们为朋友 因为他是天父的真儿子 他透过我们与他建立朋友的关系 我们可以也同样活出 做神儿女那尊贵荣美的样式 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 他的开路先锋 也是为他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就说 看啊神的羔羊除去是人罪孽的 耶稣就是神的羔羊为我们而预备 而我们在刚刚所看到的一开始第九节说 羔羊的妻就是他的心腹 也就是教会要成为他的心腹 心腹是我们神为我们预备最高阶的关系 所以启示录最后结束之前 又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关系 就是我们与神的羔羊 与我们的良人 与爱我们的主耶稣 进入一种新的 就是那种夫妻合而为一的关系 所以我们是羔羊的心腹 那羔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良人 就是我们的新郎 在那日羔羊要来迎娶他的教会 而心腹预备好的时候 第十节说 圣城耶路撒冷就降下来 我们就要在那里永远与主同在 与爱我们的父能够永远在一起 那是我们在天上最高规格 最尊贵荣耀的关系 好 我们在接着的二十二节 这里讲到说 我未见城内有殿 因为主神 全能者和羔羊就是神的殿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新耶路撒冷 他的殿 那个殿就是主自己 主神就是那殿 所以其实我们在地上就已经可以预产主恩的滋味 在那里 神自己要做我们视为的盾牌 神自己就是那个殿 就是那个城墙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大卫他从小就知道 他神与他同在的时候 他已经缠到天恩的滋味 他在诗篇二十三篇我们都熟悉的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但到最后第六节 他说我一生一世 必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那他同时做君王 他一生渴慕的 他说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 他说我只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 并在他的面前求问 所以大卫的心中一直渴慕 就是那一件事 神啊你的殿 虽然大卫的时候圣殿还没有建成 但是对他来说 神就是他的殿 所以他说 我渴望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一生一世 都要沾仰他的荣美 并在他的面前求问 今天耶稣基督 已经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 他是神的羔羊 他今天不只要引导我们 要跟我们建立朋友的关系 引导我们进入神 真儿女的关系 然后到那日 他还要来迎娶我们 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那里 他做我们的殿 而且我们成为他的心腹 在那里永远与神同在 好的无比 愿主的爱激励我们 奔跑 不放弃 向着基督的标杆直跑 直到那日 我们就满得他的散世 我们一起向主回应祷告 感谢主把天上 那个永恒的景象 透过启示录 已经向我们开启 我们不只是看见 我们要在今世做预备 谢谢主 你至终要来迎娶我们 我们要成为高扬 耶稣基督的心腹 所以我们在地上 我们愿意靠着神的恩 经营我们与耶稣 那美好朋友的关系 以致我们要进入 做神真儿女的荣美 及尊贵的样式 以致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 神的爱子耶稣基督 好教父因我们得荣耀 愿主的灵不断在我们的里面 更新变化我们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